以性感的舞台表演抓住观众视线 转战演员后 每次作品都展现出强烈的角色魅力 这集你不知道的明星故事 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演技已被受认可的偶像出身演员 李准 1988年2月7日出生 本名李昌轩 小时候就是个淘气鬼 曾经找朋友一起去山上溜冰 结果玩着玩着 朋友就摔伤了脖子 也曾经随便抓鱼来煮汤 结果皮肤过敏还送医治疗 看了电影《小鬼当家》之后 因为想要成为电影中的主角 就在姐姐房间里面偷偷放上钉子 结果姐姐就不小心踩到 还被送急诊 看了地动探险相关的电影后 她也想要探险 就躲在沙发底下模仿 还点了打火机 结果把家具都烧了 孤儿时因为想要演戏 所以就自己开始练习 她没有付钱到学院上课 就在家里跟妈妈练习 因为妈妈也不会演戏 所以只是当观众后再给予评价 她就这样独自练习演戏 升学也想要进入戏剧学科 但在跟老师进行升学咨询时 老师就表示她绝对不可能考上 听了老师一番话 就被教习了演戏的梦想 不过她还是喜欢表演 因此之后选择了专攻现代舞蹈 国三时她就开始学习现代舞蹈 才刚学不到一个月 就在舞蹈大赛中获得第二名 高中从首尔艺术高中毕业之后 大学也进入韩国最好的 艺术综合大学的舞蹈系就读 她选择了精英课程并主修现代舞 比别人晚开始接触舞蹈的她 可以看出是有一定天赋 以及付出不少努力才走到这步 不过之后因为演艺活动的关系 中断了学业 当时父母亲和教授都非常反对她休学 对她的期望非常高 正式出道前 她曾和郑荣和一起在FNC娱乐当练习生 那时候她还是演员练习生 郑荣和是偶像练习生 两人的关系非常亲近 而在练习期间 两人曾一起偷跑出去喝酒 结果被公司职员逮个正着 公司理事就要两人都离开公司 她就这样离开了公司 而郑荣和在考虑后选择留下 不久后理事长回来 看到郑荣和还在 看到还有心要留下就原谅了她 之后两人还是有继续在联络 也维持着亲近的关系 为了要成为演员 她便持续参加试镜争选 不过每次都落选 频频遭到打击的她 就产生了原来自己不是当演员的料 最后她就带着 看一眼Ren也好的想法 参加了Ren公司的试镜 结果Ren一看到她 就觉得很像看到年轻时的自己 就让她合格了 之后她还在好莱坞电影 忍者刺客中饰演Ren的年少时期 并获得了最年轻的 韩国好莱坞演员的称号 虽然Ren也有帮忙推荐 不过她也是一路过关斩将 参加了六次的试镜才被选上 因为Ren要她演戏跟歌唱并行 因此2009年 她便以无人男子团体M-Black出道 当时Ren在solo男歌手中 是最顶尖最有人气的 因此他们带着Ren 亲手打造的头衔出道 受到了许多的关注 当时和出道日期 相差一天的Beast是竞争对手 一开始M-Black的人气更高一些 她从2009年到2014年 都以M-Black的成员身份活动 2014年合约到期后 便换了公司并专职与演员身份 展开多元的演艺活动 2010年代在音乐节目舞台上 是禁止裸露的 发行迷你二级时 她突破了电视台 暧昧不清的规定 脱掉了上衣 并展现了背部曲线 表演现场当然是一片欢呼 但公司方面则是担心 会被禁止活动 而骂了她一顿 隔天在其他音乐节目中 表演一开始衣服的扭扣就不小心掉了 虽然一开始她也努力抓住衣服 不让身体裸露出来 但后来就想 都这样了 干脆直接大放送好了 她就不管会不会露出 尽情的用力表演 最后还干脆把衣服脱掉丢出去 华丽的结束了表演 而这次Ran直接打电话 来把她骂了一顿 不过许多粉丝看了这次表演后 都纷纷入坑 让他们人气大爆发 还获得了首次的意味 2012年她出演综艺《黄金鱼》唱时 表现亮眼 成为新世代综艺星星 当时《无限挑战》的PD 看了之后还在SNS上表示 自己笑到流眼泪 其他综艺节目PD 也纷纷向她发出出演邀约 当时她就出演了 《人气综艺》《无限挑战》 也到Running Man当过多次嘉宾 虽然专职当演员后 就很少出演综艺 但只要出演综艺 就会展现卓越的综艺感 并产出许多有趣的场面 在Emblake活动当时 虽然对公司没有太大的不满 但若要说感到可惜的部分 那就是大约有三年的时间 每天早上都在车上吃泡菜炒饭 餐厅明明就有很多的选择 但每次经纪人总是只买泡菜炒饭给他们 而且就算有时间 他们也还是在车上吃饭 他也不知道原因 就连知名的狗仔队都曾说 在跟踪Emblake时 经常拍到他们在车上吃泡菜炒饭 在Emblake活动时 就持续有戏剧和电影活动 演技也是备受认可 2014年电视剧《甲通一》中 他饰演有精神疾病的变态杀人魔 剧中精湛的演技让人起鸡皮疙瘩 特别是 那让人联想到小丑的笑容 更是印象深刻 许多观众都表示 他太适合演有精神疾病的变态 2017年在电视剧《爸爸好奇怪》中 饰演长相帅气但演技尴尬的艺人 剧中演《尴尬演技的演技》 真的太尴尬还引起了话题 还收到了擅长演《尴尬演技的演员》的称号 而他也被评为演技最好的偶像前五名 2018年1月1日 韩国滴社公开了李准的热恋消息 他透过电视剧《爸爸好奇怪》 和廷昭明熟视并进一步交往 而和公司确认后 两人也公开承认交往 不过在2020年6月便宣布了分手消息 2017年他入伍当兵 2018年时却出现了他尝试自杀的消息 让他的家人和粉丝都非常担心 不过之后公司就出面澄清 那并不是事实 而他也因为患有恐慌症 导致无法正常在军中生活 因此被换到社会服务要员单位服役 消息出来后公司便表示 过去在从事演员活动时 他就有一点恐慌障碍 网友们也回头去看他过去的访谈影片 并从中发现他有些恐慌症 以及忧郁症的发言 因此对他感到有些同情 包含当兵的时间 他度过了大约4年左右的空白期 因为患有恐慌症 就连当兵都无法好好在军中生活 想必一定要花一段时间治疗恐慌症 时隔4年他终于回归拍摄片场 表示自己已经好很多 最近在电视剧《宁静海》 和《不可杀!永生之灵》中出演 之后也在2022年即将上档的电视剧 《红丹心》中饰演主角 一回归就参与了许多作品演出 非常火热 期待能够继续看到他在戏剧 和综艺上的亮眼表现 以上就是这集 你不知道的明星故事 介绍给大家的 克服恐慌障碍 再次回归荧光幕的 立准 如果有想要认识的明星故事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也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集见 安拥